我想今天還有這麼多的同事站在議場裡面 我非常的感覺 感到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一次我剛好有機會能夠全程參與到 前瞻條例的協商的過程 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件事情的成功 事實上是要很多人的努力 包括了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都一直看到我們的院長不厭其煩 非常的有風度也非常的有耐心的在處理這個協商的過程 那我會看到就是說 每個團每個黨都會希望把自己的東西認為是最重要的 可是事實上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也看到了民進黨本身的容納 就是說會把大家的意見就是能夠妥協盡量的妥協 甚至我自己因為是公民團體出來的 我也是在這個協商的過程當中不斷的提到公民參與和資訊公開 在這個次的修法的過程當中我也看到了 大家也會希望能夠把公民參與的精神納進來 事實上台灣實施民主的過程當中 公民一直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看到大家對於法條裡面 是不是有這樣公民參與四個字在這個條例裡面 大家非常的看重 所以呢我特別的提醒大家就是說在第五條裡面 有因一國土計畫法及其相關法例 我想這個部分呢就能夠看得出來 就是說在國土計畫法我們裡面就已經有一些的公民參與的機制 包括資訊的公開 包括公民參與 所以呢我想就是說一些的公民團體 可能你們在這個部分呢不要認為是說 我們的條例裡面沒有公民參與四個字 可是事實上呢因為我們引用到國土計畫法 所以我也在這邊特別做一個澄清 希望大家注意 謝謝 謝謝